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影像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杨菲菲 采用了八种副剧曲调演唱的金元自叹 也被誉为羊八曲 它不仅是户剧经典的代表 更是人们对于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我没有听到这段时间 我才来到这段时间 来到这段时间 你们就听过这个恐怖 这个能够 我总之说就这么无心理 有没有什么几十几个人说是吧 那么几乎 比如说能够一张年约 我一直都会打 马上 人们是百费贷心 老不信的人们在各个市场 各个门来 各个文艺 小時候有一種記憶歌 那麼我作為學生 就到街上去開了一場 就跟丁老師來唱 送一個小姑娘 哎呀 這個人說 一下子娘的歌就倒迷她了 那麼歌中有時掌聲也來動 唱一句一句掌聲 唱一句一句掌聲 老實在因為阿嬤弟子 所以就一聲音音了 放那個時候 丁人我這樣吹吹 我現在的歌好聽了 你剛剛一聽到這個聲音 我快丟回去 其實就跟他開聲一句了 開聲音音沒問題沒問題 跟在這個舞系列裡 可能好唱好唱 1978年 是一代人的人生分水嶺 互劇舞台也重新煥發生機 許多演員 紛紛回到了他們熱愛的舞台 互劇迷們也有機會 一睹他們的風采 給他開放以後 就跟舞這個唱 做個迷一塊頭來 人家來我生了 想去提議了 因為說到你 當人關我 給他兩百四十八場 對吧 給他登記了 給他叫做沙加巴 就給他 又唱出了一個小戲 像現在城峰啊 對吧 超標信峰啊 以來有些鬼 有批小戲 根據他做工農兵唱出了 我是一個老實的事 五個罪人 馬建銘的父母是護具迷 小時候陪伴他的是護具廣播 1980年去報社當記者 本來工作上他與文藝並無關聯 可他卻和護具界有特別的緣分 這張照片拍攝於上世紀80年代初 一位是護具名家王潭生 邊上的青年叫楊洪富 我媽呢是女的樂界一位 一個長規問個字子 那麼那年呢 就是希望我從小呢 去開口的去唱戲 那麼當日呢 唱樂界我想我年年請我唱三年 我就回去了五家 那麼回去五家小龍關 那個年嘛長那不好口 那麼有哈 然後到後龍呢有時候我 應該叫我去看五龍 然後再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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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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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叫我到沙朗去呢 就是叫我指着请你呢 去咕咕经 那加油干啊 加油干 这么咕咕经 所以那修行的时候呢 我大概常常 我到时候大喊阿红 因为一个人大喊听懂 1980年 杨洪富从黑龙江回到了上海 虽然在辽园电影院 画电影海报 可他却经常靠互惧 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 靠唱这种感觉 我一定要听什么 听王毕生的唱强 没有王毕生的唱强 好像说他个白经营 所以我白经营 今天就是 他去上个唱强 就听 整体的听啊听啊听 那么听了没话 我记得一听着就问 喝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人